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来到第六场 气肉开始了 马会短途锦标 这是国际二级赛 1200米 撞大好的马当然相当多 都没有哪只马不漂亮 肥仔厉厉厉厉厉厉 好 先看看这些试集 有多少马一起试 大家看到很多组都挠了一块 这组有两只 这次可以跑 仙老神华 黄虾黄 大家不同分的 仙老神说 就是六十多分的马 所以进到直路 见骑斯给了两步 他都不多了 退了下去 其实黄虾黄居于这些组别 他是超级高分的马 所以赢得到是应该要做得到 神之水滴必跑得在他旁边 但我觉得马的势头 有点像银池的那种感觉 马就不是那么聪明 说真的 他都去到七岁了 他曾经少少缺货 不过那时八月份 集都没试的 挑完第一货 就已经停了一个礼拜 但那些问题不大 后面有二套的速递奇兵 但今年黄虾黄一小圈期 要一粒二套 是不是太厉害了 好了 另一只停的货 就是福日 先看看他试集的表现 他这个集 就是停完之后出来试 因为他第一个集市员之后 就发生停货的情况 就是十月初至十月中的阶段 都不短日子 都有差不多十天 那又是这些集 跟刚才网黑王的案例一样 他高分过人家那么多 就算你说兜大弯 不用骑 压着赢 都应该要做得到 他也踏出去了 你也不要搞 在里面一会聊聊聊聊 好了 再看看那些单跳 二套交叉鼻孤僵 跳过都当然是醒神 始终都是一只很吸收的马 好了 看看这些跑到行的马 就是一对心星 麦变大心星 近镜那只显心星在神操更加厉害 始终他是短途马 所以拍杂到最后 依放落地地跳 他都很爽 这些集里真是重温 又重温的了 肥仔在前面里面 标志未来 二套眼罩有的了 中间大白鼻梁那只 就是那只显心星 再在外面勤得兼鼻 外面幸福笑容 最出达心星 还有一只快翼线 在后面白鼻孤那只 达心星又二套眼罩 扎你我要看回记录 才看到 现在说不到给你听 那只肥仔出习正常 放在前些 显心星其实是一只比较脾性古怪的马 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有时看他单跳 什么都没有东西 可以 但是你看他小圈骑 或者他一货落草地 都是 他很喜欢去前面 就算你临入阶 也是 不过他赛前准备做得很好 这一次都 好了 另一组大集就是重化集 标志智能 爆尾铁栏加州十大 加州十大跑第九场 也用他最佳拍档田泰安 这只马真的很特别 每个骑士跑都不行 唯独是他喜欢田泰安的 那些没来没去 这只加州十大 每次都行 在重化的助手都迫不起他 又短途 所以都不多了 标志智能就要松车给他赢的 势头就不算太强了 都不是这样的 标志智能 应该是可以再厉害很多 这只马 可能有时候那些马一淹了 当然有好的例子也有不好 那暂时看他又普普通通 这些也是 军达星 以前的 就是当打的军达星 他都是一只很容易 觉得他很sharp的马 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可能他已经是七岁了 已经 好了 讲聪明就好 这些都什么时候都这么聪明 当家猴王 但是你又觉得 整天都好像很难赢 这样的 跳就又矮身一些 他不是很大只 但是周身都力 不过炮弹 都已经炮弹了很久了 是 好 又另一组集 都有几只能跑的 八千丝带着当家猴王 外面是王孝王 包括亚洲力量 中间那几只 就是低分马 比如超额迎球 北驱威龙那些马 包美的亚洲力量 就骑下骑下 到最后就追少少 黄黑王高分 到最后一波 整个大弹 就追跌 当家猴王穿上来轻松 八千丝也亦步亦摧 我解释到 施责不会罚停赛 我唯有帮他这样想 是 好 标志未来 这些 神操也是不会有什么 让你看到的 这只马 好像滑下滑下 一向都 进步得紧要 真是 很厉害 这只马 下一只都挺好的 就是聚才 是 今年出来跑三仗 都是越跑越劲 难得 它可以保养健康正常 展现它应该有的能力 跳起上来 多文静 其实这一组马 就是不要说玩不玩 其实这一组马 是很好看的 好了 看一只速递奇兵 当然 可能有些马 它 未必在赔率上 其实它是热得这么夸张 就是这些 其实你都要自己抽离一下 再想真一点 它是不是应该 直那么热的马 但是你说上一次 我真的觉得它 不算说 那么实足 其实就 现在跑了一场 真的是 醒了 生猛了很多 是 这个马房 也都配合了一些 做法 初出不是很足够 出来跑越跑越好 这些货就卖尾一点 拍贼风鸣 他就跟他 之前拍银池 都好了 肥仔厉厉 一千三百六十六磅 跌了二十磅 一点都不重新 这房子已经炸了你了 出闸正常 各样东西 我都觉得 它应该都进步得很紧要 那来到第六场了 这一场 千二的短途錦标 大家可以在一个 就是国际赛前的前夕 看到我们港队的代表 可不可以力气来烦 因为外队的马 听闻实力都挺强 当然我自己不是很熟外队的马 但是你看上去 今次这三组 国际二级赛 如果他们这一堆马 都成为代表的话 那你后面 一里錦标 和马会杯 似乎都是一只马 靠他们 后面是金箱六十 另一组可能是用战神 或者龙骨飞羊 但是其他那些马 似乎你如果要他们 在国际赛去扬威 似乎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这一组不同 这一组有很多短途的劲马 和他们未见尽 比如速帝骑兵 肥仔威威 这些都是未见尽 肥仔厉厉 都是未见尽的马 所以我觉得这些短途 在香港的代表之中 值得憧憬 我觉得三号显身星是不错的 因为条件这次很转 减了十磅来跑 另一只就是标志未来 这些马 你不要看我们整天 陈粗给了两只手指 它是一向都不起眼的 如果你说它漂亮 我看不到 但是陈粗落场 是两样东西来的 它出来跑 真是坚得不得了 这一场那些二级赛 叫做国际赛前夕的赛事 又不同四月份的短途锦标 和主席锦标 短途锦标 主席锦标 不是那些军达升 高大威猛 那些是四月的 这个不同的 这个是十一月份 接着就备战国际赛 你找回 譬如我当你不要找那么久 找上一年 都是一些小数字 那些好 但是今年是非常之不同 第一 旺虾王 你数一下它休息了多少个月 出来跑 你增加正面的数据 就 错出例好 上年都第四 接着多个大湾都赢 国际赛那一场就不行 但是它是今季初出 不同上一年 福日 它又有截了那些日子 试完第一个集之后 但是如果两者比较 我都选择年轻 福日 再数下去 就显心升了 显心升 其实准备程序做得好 但是上次真是更急了 回到来就变了不多 还有做的功夫 显心升做得很好 三 因为完整个二 我要乘着一些小数字 我会这样想 三二两只 其他那些就七 八 八是一千 再赢千二 聚财你不要忘记 接着那些九十 就是好看的 经常都说有个黄黑王跑来跑去 都还在跑这些级制赛 短途叫做最能力 那就试一下这些 再冲一下它 没有了梦想成金那些 这些都很厉害 我又不会当一些蝕榜赛事来看 都可以慢慢量 因为你黄黑王都七岁了 第六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